另外一個呢,我們來介紹的就是 你如果只有平面圖 其實可以馬上變立體 因為它資源,你看 我們按一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比較匯入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可以從外面摳奧球 就是可以把外面模型調進來 但是呢,如果你只有平面圖 就是SVG這種圖片 其實也可以拿進來 也可以拿進來 我拿一個給你看一下 來,您看我這邊 還記得我剛剛有分享一下 我們家有一個那個 這個啊 有沒有 這個 我們家的熊熊 我就從外面摳號求救的 不是我自己畫的 所以我來找到這裡 找到這邊 熊熊是在動手做這裡 好 點到它 這裡 我把它往下捲 往下捲動 在最下面這邊 可愛熊熊SVG有沒有 在這裡 你不用找跟我一樣的 但是呢 因為我用的這一個 我把它點一下 好,進來了 你看這裡有沒有 可以下載SVG 來,我先問一下 老師知道SVG跟PNG差在哪裡嗎 PNG是點證圖 SVG就是寄Flash之後的向量圖 就網頁上的向量圖 標準的 所以 我現在用向量圖把它下載下來 好,那他就問你啦 他就說你要免費下載可以 但是我要怎麼樣 告訴他的姓名標示 有沒有 創用CC 所以我就把它下載 OK 有沒有 SVG就下載下來了 所以你看我部落格上 我有寫 來自哪裡的 我有姓名標示一下 好 現在呢 我就可以拿進來了 按一下匯入 我把剛剛這個丟進來 雖然是2D的 但是呢 我只要選好 匯入 有沒有變立體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形狀 平面的形狀 做好了 你可以像這樣就放進來 就放進來 怎麼樣讓他站起來 你要怎麼站起來 旋轉 有沒有 旋轉 滑過來 如果這樣子 你點到他 但是你要轉 不好轉 你可以拿另外一個方向 你可以轉 按滑鼠的右鍵 轉到另外一個方向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站起來 對不對 轉90度 好 後退一點 叫他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怎麼辦 這樣壓扁喔 不行 對不對 要怎麼 你可以按住 Shift 有沒有 等比例縮放 按住Shift就可以等比例縮放 鍵盤上的 按住Shift 這樣有了解的嗎 所以你進來之後 雖然他沒有講說等比例縮放 但是你在這邊只要按住Shift就可以 按住鍵盤上的Shift 這樣就是一起縮 好 就一起縮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外面的模型一樣可以交進來 一樣可以交進來 雖然是平面的 可是你可以像這樣找 那如果老師要找這個圖 怎麼去找 老實講 會關鍵字就好 所以還是一樣 來我們找到Google 你可以找找看 這個關鍵字 比如說像我剛剛要熊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的是什麼 SVG 對不對 你就把圖檔格式指定好 抱歉 BAR 有沒有知道可以找到一堆 當然是不是真的 SVG的圖 你可能要找一下 但是因為你有指定 這樣比較容易找到 就是你把圖檔格式的那個名稱 也把它打進去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找到 那一個 阿我們如果要可愛一點 你就再加一個Cute 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找比較可愛的 不然都找那個美國的那個忠雄 有沒有找到很多 像這裡 當然有的是付費的 這個可能就要稍微試看看 那剛剛呢 這個網站的 我是直接找iPhone的 就是圖式的 就圖式的部分 所以老師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找找看 那如果呢 你想要找跟我一樣的 你就來這個網址 來我把它複製起來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找的是這個網站 叫做Flat Icon 剛剛老師有把這個模型叫進來了 那如果你是躺平的 你是躺平的 這裡可以還原 這裡可以還原 好 像如果你是躺平的 或者是我用這樣也沒關係 請問 這樣子我有沒有懸空 或者是我已經插到那個地面下的 有沒有那個平面以下的 如果你要把它移回這個地方 用這樣目視的準不準 不準 不準對不對 要怎樣 不要緊 你可以這樣做 來看一下 按一下鍵盤上的ABCD的D 有沒有掉在地上了 它的快速鍵是D 鍵盤上的D 所以如果你有某些模型 因為我們3D練的時候 你不能練在空中 你練在空中可以印 但是下面要有很多支撐材 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按一下鍵盤上的D 它就掉到下面去了 掉到下面 那左手邊這裡 其實也有一些工具 有沒有看到 放大縮小還有什麼 比如說我已經轉到 迷路了 不知道怎麼轉回來 你轉這樣子 你就按一下回家 有沒有回來 就回到主仕途 好就回到主仕途 你就可以再重新回到剛剛的方式 再重新調整一下 這樣就可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呢 好 所以你在做調整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子 就比較容易 好嗎 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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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